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生八龄,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的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1154集 夏小兰被她讲得一惊一乍 虽然听葛剑说过大概 现在看见白珍珠伤得不轻,观感还是不同 三哥不会把那些人都杀了吧 杀人是要偿命的 没出小商品市场,那就可能有很多人看着 白珍珠摇头 怎么会,三哥下手很有分寸的 潘宝华只是把一群人击退 那些人自然要顺着退回老巢 潘宝华跟着他们找到了柯一雄 发现是曾经调戏过夏小兰的混混头子 潘宝华也没手下留情 白珍珠身上有多少伤,他一样给柯一雄身上来了一遍 这些话不好和夏小兰细说 听说柯一雄鲜血淋淋的挺了半小时 三哥才同意让他手下包扎 白珍珠只知道潘宝华的功夫厉害 没想到玩刀一玩得如此好 他想起潘三哥原路折返 回到建材店发现他在给自己包扎 皱着眉头说小姑娘太虎 白珍珠就想笑 笑得白珍珠伤口疼 脸上的表情呲牙咧咧嘴的 夏小兰急得很 白姐,别这样 你受伤了还这么高兴干啥呀 幸好长颖走了 要不瞧见这样虎的小姑子 一般人的确承受不住 白珍珠收敛住笑容 我是笑柯一雄 上回潘三哥让他丢的面子 好不容易淡了些 这下潘三哥又给他来了一次 他微信何在 没有了微信不服众 柯一雄手下的人都会跑 这人本来就输不起 原本是他垄断的生意 我抢过来用更低的价经营 别人自然会选择我的运输队 而不是他的 没有了运输队 沙场的货就没法去卖 柯一雄找人来伏计我 本来就是狗鸡跳墙了 夏小兰想了想 我看不太像柯一雄的手法 但不管是谁下的令 既然是柯一雄的手下 他背锅也不冤枉 夏小兰对柯一雄没啥好感 柯一雄手下的混混 不是街面上那种 游手好闲的无业者 游手好闲的混子 是自己不工作 爱挑衅滋事 干点小偷小摸的事 混口饭吃 柯一雄养的一匹手下 到了蓬城逞凶痘狠 还想除掉白珍珠 完全是团伙性质了 你好好养伤 这件事不是柯一雄 受了伤就能算了的 潘三哥虽然吓住了柯一雄 他就算以后避着你 也会去祸害其他人 十几个人拿刀伏击白珍珠 这不是要置人于死地吗 人命都不顾了 柯一雄完全成了社会独流 夏小兰也不想遵守 和柯一雄商量好的 剑渣运输生意了 从今天起 柯一雄的车队 别想再进他的工地 白姐 你报案了吗 夏小兰呼来的一问 让白珍珠傻眼 白珍珠习惯了 江湖儿女的解决方法 被打了被砍了 是技不如人 从来没有报案的想法 夏小兰却坚持让他报案 你不报案 公安怎么知道有苦主 你也说前晚下了大雨 你在街上流的血都被冲淡了 柯一雄先自己不按 做生意的规矩来 你也不必和他讲道上的规矩 你现在跟我回蓬城 去派出所报案 趁他病要他命 潘三哥现在不在蓬城了吧 白珍珠摇头 三哥从蓬城是借的 把柯一雄给收拾了一顿 就离开了 如果三哥没有韩怒出手 这件事就更好处理 现在柯一雄也受了伤 说他是主谋也不太像话 那就得解释 潘三哥出手的事 打草搂兔子 能逮住柯一雄几个手下 对柯一雄那边的情况 是雪上加霜 白珍珠迟疑着不想报案 夏小兰却表情郑重 白姐 你到底是想正经做生意 还是想走柯一雄的老路 你是不是带着 白家武馆的师兄弟们 干了什么犯法的事 如果已经干了 就当我没说过 柯一雄要狗带 夏小兰也不想白珍珠 变成第二个柯一雄 白珍珠是十分有经商天赋的 他替白智勇出气 顺便替从前的师兄弟们 谋个生计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还说明了白珍珠够义气 有担当 但已经把柯一雄逼到了这一步 夏小兰觉得该收手了 就是要报案才好 有公安介入 白珍珠正好可以收手 运输队还是能存在 白家那些师兄弟们 照常有营生 但不用和柯一雄抢地盘 也不怕白珍珠带着一群人 从灰色地带直接被染黑 夏小兰几句话 冲着白珍珠发热的头脑 泼了两盆凉水 白珍珠最近的确是太飘了 仗势去欺负别人的事没做 却一直带人和柯一雄针锋相对 白家师兄弟里也有受伤的 只是白珍珠出手大方 大家虽是受伤 却有营养费呢 也还士气高涨 但小兰说的没错 她和柯一雄抢生意的确过了头 要不柯一雄也不会让十几个人来砍她 师兄弟们也沉浸在这种快意恩仇的气氛里 现在她还能管得住 将来管不住咋办 出了一身冷汗 白珍珠清醒了 努力从床上蹦起来 你说的没错呀 我险些把大伙带上死路 我马上回蓬城报案 以后我还是要带着大家做正当的生意 她动作太快 把伤口都牵扯到 痛得她嘴唇发白 下上来又于心不忍 歇着吧 不急这么一会儿 起码要等你嫂子买菜回来 这顿饭不吃 我和你能走吗 我看你嫂子还不知道怎么想呢 说到嫂子常盈 白珍珠想得更多 她跨一恩仇的时候 只顾着怎么把柯一雄摁死 却没想过自己要是不小心犯了法 大哥白志勇在单位 还有什么虔诚可言 嫂子常盈也是普通人 瞧见她浑身是伤 问她两句也是正常 白珍珠一脸悔意 下下来也不给她泼冷水了 过了一会儿 常盈买菜回来 夏小兰也直说了 白姐也是倒霉 前晚在店里里货回去的晚 出门就遇上一群小婚伙打架 她唱着自己学过功夫 就帮忙劝嫁 哪知道双方都喝醉了 反过来伤到她 她怕回住处让白奶奶伤心 只能来阳城休养几天了 常盈松了口气 这话听着像真的 小姑子刚才居然骗她是摔的 那那些打架的小混混 抓到没有啊 白珍珠干咳一声 就是没抓到 派出所希望我多提供点线索 一会儿吃完饭 我就跟小狼回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